大家好,我是李老师 上次我们给大家讲了一种有趣的汉字 就是三个同样的字放在一起的汉字 比如重和森 这期我们打算给大家都讲一些常见的 我们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最重要的五个元素说起 除了上次说的木 还有四个是金、水、火、土 三个金、独心 意思是发展得好、兴旺的意思 三个水、独秒 意思是有很多水 三个火、独焰 意思是火焰 三个土、独窑 表示山很高的意思 除了这四个 还有表示非常明亮的金 表示等级的品等等 你发现规律了吗 这样的汉字表示程度更深 现在你知道意思了 给你留个小作业 请查查三个马、三个牛和三个羊是什么汉字 评论区留言 我给你答案哦 我们下次再见 大家看看 看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